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風暴消息 現時3號強風訊號只是生效 預計今早10點前都會維持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南海北部口實的雲團 正在影響我們的熱帶低氣壓 和相關的雲帶現在是覆蓋廣東沿岸 現時熱帶低氣壓 特別在香港西南大約500公里 看看最新的雨測路徑 預計接下來會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動 而向海南島南部一帶 會繼續遠離香港 預計香港今天日間的風勢會稍微緩和 不過跟它相關的一些雨帶 看看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看到會繼續影響廣東沿岸 預計香港今天間中會有些群風驟雨和雷暴 大家出門後都記得要大定傘 雨量方面由五夜到現時為止 香港很多地方都錄到超過三十毫米的雨量 新界的地方還錄到超過五十毫米 至於氣溫方面到七點半 現在香港各區的氣溫 是介乎二十五至二十七度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吹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風 大致多雲 間中有狂風驟雨和幾陣雷暴 日間最高氣溫今天會有二十九度 另外海有湧浪和大浪 大家記得要繼續遠離岸邊 最後到展望 預計未來幾天 香港天氣仍然不穩定 間中會有些群風驟雨 和海也有湧浪 特別到今星期中期的時候 雨勢會比較大 大家要注意 這節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